身上最柔软的人是来自俄罗斯的女子,斯拉塔 身高1米75,体重仅有108斤 她的四肢可以在不可思议的角度弯曲 也可以很容易地把自己放入一个50厘米的方线盒子 做出常人不可能完成的动作,让人目瞪口呆 四岁时,斯拉塔就发现自己有这种独特的天赋 可以把身体最大程度地往后弯折 直到上下半身完全重叠起来 之后就一直重点开发这个独特的能力 比如加入校外马戏团 每天进行使身体柔软的练习 然后就迷恋上了柔术 几年之后,斯拉塔获得了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机会 她将柔术集合在表演里 这不仅成为了她的一大特色,也使她出名了 现在她在世界各地以柔术表演者的身份进行巡演 并打破了很多柔人性比赛的记录 对于斯拉塔这种超乎常人的柔软度 就连医生都难以相信 于是决定替她做一次全身的检查 看看她的身体里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 结果显示斯拉塔的肌腱非常柔软 在进行各种高难度的拉伸和收缩情况下 依然保持完好无损 斯拉塔还表示 不管本身什么样的姿势都已经习惯了 身体也不会有任何不适 因此被吉利斯官方收录为 世界上最软的人 本期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想收看更多奇葩事 欢迎关注小K 每天都会更新